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辉瑞公司治疗新冠的新型家庭口服药物 有望在今年底上市 据CNBC消息称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特 周二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该公司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实验性口服药物 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 该公司于今年3月开始了一项早期的临床试验 测试了一种新的抗病毒疗法 该公司与德国制药商Bantyke 在美国研发了首个获批的新冠疫苗 这种药物属于蛋白酶抑制剂类药物的一部分 通过抑制病毒在人体细胞中复制所需的一种酶发挥作用 蛋白酶抑制剂用于治疗其他病毒病原体 如艾滋病毒和丙形肝炎 随着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00万 菲律宾考虑延长封锁期 据ABC7消息称 周一菲律宾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飙升至100万 官员们正在评估 是否要在病例急剧增加的情况下 延长对马尼拉地区为期一个月的封锁 还是说要放松封锁以应对衰退失业和饥饿 美国卫生部周一报告称 该国新增的感染病例8929例 感染总人数达到了100万人 其中16800人死亡 这一总数在东南亚仅次于印尼 去年3月菲律宾首次实施了病毒封锁 使数百万人无法出门 并关闭了公共交通和大多数企业 严格的限制在今年晚些时候放松了 但到2020年经济仍然萎缩了9.6% 失业率和饥饿达到多年来的最低点 拜登在减免学生贷款方面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The Hill消息称 进步团体誓言要加大对拜登总统取消学生债务的压力 这是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纽约州民主党查尔斯 书莫在内的一些民主党议员的优先议题 这些组织表示 到目前为止 拜登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拜登拒绝了立即取消高达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的要求 而是支持免除1万美元的债务 拜登的总统任期普遍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欢迎 已经近100天了 这些组织拜登需要在未来的100天里 把免除学生债务作为一项更重要的工作 书莫在这个问题上向拜登施压 他认为通过立法解决学生债务问题 比拜登通过行政命令采取行动更难 拜登已前往国会呼吁议员们就这一问题提出立法 2月份房价创下了15年来的最大涨幅 据CNBC消息称 由于供应紧张和需求强劲 导致了竞购战 房价涨幅继续超过预期 标准Per CoreLogic房价指数显示 从全国来看 2月份房价同比上涨12% 高于1月份的11.2% 10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同比上涨11.7% 高于1月份的10.9% 20个城市的综合指数上涨了11.9% 高于上个月的11.1% 除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外 其他城市的涨幅均为两位数 以上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